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你们可以自己去看看 然后我们现在进入第一组的解排环节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选到第一组胸带小发起来的朋友们 11月的桃花运是怎样的呢 单身朋友们应该是 我们看到用出来的头子是冥王天蝎还有武功 首先我是这样觉得的 可能有53%的朋友们吧 会跟前任复合哟 我是看到的这个一个复合的一个征兆 还有23%的朋友们可能要面临分手 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冥王和天蝎吧 都同属于第八宫 都是一个重生与毁灭的一个征兆吧 是这样的 然后第五宫又是代表我们的恋爱 其实这一组的戏机特别的明显了 就可能如果是有伴侣的朋友们 也一般不会点进来 如果点进来到有伴侣的朋友们 我觉得你们应该小心一点 对 就近期的话 应该会有一些猜疑性的东西发生 对 是这样的 影响你们这样感情 如果是单身的朋友们的话 你们很有可能会跟前任复合 对 我看到了很多关于复合的消息 信息在 复合 复合 然后剩下10%的朋友们 就是会遇到一个 床上能力很强 然后 平时也是挺冷淡的一个人 对 但是你们这个月开始恋爱的几率不大 然后第一组就解析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然后欢迎来到选择第二组 恶魔小脚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11月的感情运势是怎样的呢 然后我们看到出来的是天王水平四公 首先我很确定的是你们会遇到一个新的人 而且这个人 而且这个人很有可能是通过你在团队合作或者是学业上工作上面认识的一个人 他能给你很高的安全感是这样的一个 然后他的话是那种思维逻辑比较跳跃一点很活跃的人 就是天马行轰一点的那种人 不论是男生女生都是那样的人 然后但他能给你一种很安定的感觉 你很信任他 对 然后天王 就我感觉他有可能是从事那种比较有创意性的工作的 比如科研啊 要不然就是创意性的工作的人 对 是这样的 风向的概率还是有 风向概率还是有 但是就凭这一个的话可能还不能太断定 嗯 是这样的 是一个比较活跃性的人 草野性的人 会出现在你的生命里 你会因此而就是对他有一点感觉之类之类的 但是11月脱单的几率不大 因为他才刚刚出现呢 我没有看到任何关于恋爱的信息啦 我只是看到一个融洽的沟通的那种情感在里面吧 但你是对他有感觉的 对 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出现的 但是脱单的几率不大 甚至没有 然后拜拜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然后欢迎请到我第三组小海鲁的朋友们 我们来看一下哦 你11月的桃花孕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到一个北焦点天蝎武功 首先我断定你们在11月大概率会脱单哦 因为首先出来一个北焦点 北焦点在我们其实心象里面是代表一个吉祥顺利一切都按照美好方向发展的一个虚点 就是一个很吉祥顺利的信息 就是一个很吉祥的信心啦 而且也代表命中注定的贵人之类之类的 然后第五功呢也是代表着恋爱功 就是会有一段愉悦的爱情之类的出现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伴侣的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伴侣且已经结婚的出来的话 就代表着你在11月有子女运哦 有可能会怀上哦 单身的小朋友们呢可能会遇到一个跟以前以前都不一样的人出现哦 当然也有小概率是前任了 不过我看大部分都是一个新的人 这个人是那种逻辑思维很缜密的人 平时看起来冷冷淡淡的吧 那种感觉的 但他占有欲挺强的 对因为出现一个天蝎了 其实五功非进八功还有很多关于性方面的啦 就是你们恋爱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新的生活 这样的 好的拜拜 恭喜第三